近日,关于肖战主演的电影《射雕英雄传侠之大者》的消息,可谓是胎动频频,引发了网友和粉丝们的热烈猜测与期待。 这是否意味着这部备受瞩目的大电影即将官宣荡期呢? 或许,这真的是一部大电影上映的前兆。 中影出品《徐克指导》,这部致敬金庸百年的《射雕英雄传侠之大者》,自开拍以来就备受关注。 从杀青后的第一次推荐会开始,预计全球发行的消息便让人充满了期待。 然而,后期制作需要一定的时间,制作团队希望能以最佳的形式将这部作品呈现在观众面前,向全世界展示中国的传统武侠文化。 也正因如此,关于《射雕英雄传侠之大者》,上映的档期从武艺到暑期再到国庆,各种猜测传得沸沸扬扬,却始终未见官宣。 但即便如此,全网关于这部电影的信息却从未停止。 前段时间,电影《露眼城市》的公布令大家兴奋了好一阵。 然而,伴随着这部电影的关注度越来越高,一些别有用心的对标通稿也开始弥漫开来。 什么神话电影多少亿的票房,什么某电影咖的电影破了记录等等,全部拿来对标射雕英雄传侠之大者。 言下之意,似乎是在质疑肖战作为电影圈新人,能否扛下影视寒冬的压力,拉动票房,以此来检验他的真实流量。 紧接着,一系列的数据被所谓的小表哥拉出,试图证明肖战的新电影会遭遇各种不堪近况,其居心叵测可见一般。 这电影都还没上映,一系列防暴举动就开始了,真有那么害怕大主流肖战的作品感召力吗? 但经过这些年的沉淀打磨,肖战的演技和口碑早已不同往日。 他不再是那个出出茅庐的新人,而是一位有着丰富表演经验和深厚艺术底蕴的优秀演员。 即便传统武侠电影不再是当下主流,但看看这部电影的制作班底,看看本子的硬度,我们就丝毫不担心。 肖战的实力和魅力,加上中影的强大制作能力以及徐克导演的卓越才华, 无疑为这部电影注入了强大的动力和信心。 肖战一路走来,经历了无数的风雨和挑战。 他从一个普通的年轻人,凭借着对表演的热爱和执着,一步步走上了演艺事业的巅峰。 他用自己的努力和汗水,赢得了观众的喜爱和尊重。 他的每一个角色都充满了生命力和感染力,让人印象深刻。 在《射雕英雄传侠之大者》中,我们有理由相信, 肖战将再次为我们带来一个令人难忘的角色。 肖战的魅力不仅仅在于他的帅气外表,更在于他的内在品质。 他善良、真诚、谦逊、努力。 他用自己的行动诠释着什么是真正的偶像。 他对待每一个角色都认真负责,用心去演绎。 力求将最好的表演呈现给观众。 他不断挑战自我,突破自我,尝试不同类型的角色和题材,展现出了强大的艺术创造力和表现力。 在这个充满竞争和挑战的娱乐圈,肖战始终保持着清醒的头脑和坚定的信念。 他不被外界的干扰所影响,不被名利所诱惑,始终坚持着自己的艺术追求。 他用自己的作品说话,用自己的实力证明自己的价值。 他的每一部作品都是他用心血、铸就的艺术瑰宝,都蕴含着他对表演的热爱和对艺术的执着。 《射雕英雄撰侠之大者》这部电影,对于肖战来说是一个新的挑战,也是一个新的机遇。 他将在这部电影中展现出自己的另一面,让观众看到他更多的可能性。 我们相信,肖战一定会用他的精彩表演,为这部电影增添光彩,让他成为一部经典之作。 市场是检验一个演员真正实力的最好舞台。 肖战的实力和魅力,已经在过去的作品中得到了充分的证明。 我们有理由相信,在《射雕英雄撰侠之大者》中,他将再次展现出自己的强大实力,创造出更加辉煌的成绩。 让我们拭目以待,期待着肖战在这部电影中的精彩表现,期待着他为我们带来更多的惊喜和感动。 肖战,你是我们心中的偶像,是我们前进的动力。 你的光芒照亮了我们前行的道路,让我们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中找到了方向。 你的故事将激励着我们不断努力,勇敢地追求自己的梦想。 无论未来的路有多么艰难,我们都将与你一起,坚定地走下去。 在这个充满希望和挑战的时代,肖战用自己的努力和才华,书写着属于自己的传奇。 他的每一个作品,都是他人生中的一个里程碑,都是他艺术道路上的一个闪光点。 《射雕英雄撰侠之大者》即将上映,让我们一起期待着肖战在这部电影中的精彩表现,一起见证他的辉煌时刻。 近日,在泰国曼谷的繁华核心商圈,一场由肖战引发的热潮如风暴般席卷而来,让这座充满异国情调的城市沉浸在一片令人惊叹的璀璨之中。 1.东方魅力 点亮曼谷夜空,泰国曼谷。 这座融合了古老与现代,东方与西方文化的魅力都市,向来以其独特的风情和丰富的旅游资源吸引着全球各地的游客。 而如今,肖战的超大屏地广活动就像是一场绚丽的魔法盛宴,为这座城市的繁华增添了最为浓墨重彩的一笔。 肖战的地广不仅覆盖了曼谷人流量超大的核心商圈,更是在世界最大的数字互动LED屏幕上震撼亮相。 那块面积达三千多米的巨型屏幕,仿佛是一扇通往梦幻世界的大门。 当他亮起的那一刻,肖战那俊朗的面容,迷人的笑容以及深邃的眼神,以其震撼的视觉效果和高清的画质,如同魔法般展现在人们眼前。 每当夜幕降临,整块屏幕被点亮,肖战仿佛从星辰中走来,成为了街头巷尾最为亮丽的风景线。 它的存在,就像是一颗璀璨的恒星,照亮了整个曼谷的夜空,让这座城市充满了神秘而迷人的魅力。 2.震撼全城打造专属世界 肖战的地广活动所带来的震撼,远远不止于一两块屏幕的展示。 整条街都被精心布置,仿佛置身于一个肖战的专属世界。 从街头到巷尾,从高楼大厦的外墙到路边的广告牌,肖战的形象无处不在。 这种全方位的宣传公式,如同一场盛大的艺术展览,将肖战的魅力展现得淋漓尽致。 走在曼谷的街头,仿佛进入了一个充满梦幻与惊喜的世界。 肖战的每一张照片,每一个画面都散发着独特的魅力。 他的眼神中充满了故事,他的笑容中蕴含着温暖,他的姿态中展现着自信。 每一个路过的行人都不禁为这位国际巨星的璀璨光芒所吸引。 他们停下脚步,驻足欣赏,感受着肖战所带来的独特魅力。 对于肖战的粉丝而言,这无疑是一场视觉盛宴,一场心灵的狂欢。 他们在这座异国他乡的城市中,找到了归属感和自豪感。 他们为自己的偶像感到骄傲,未能够与他在这个特殊的地方相遇,而感到无比幸福。 三,全球影响力铸就传奇之路——肖战。 作为华语娱乐圈的佼佼者,他的影响力早已超越了国界,成为了国际舞台上一颗最为璀璨的明星。 此次在泰国的大规模地广活动,不仅仅是他个人魅力的展现,更是华语娱乐文化走向世界的一个重要标志。 肖战的作品,如《余生请多指教》、《斗罗大陆》等,在全球范围内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 这些作品不仅展现了肖战出色的演技和独特的魅力,更传递了深刻的情感和积极的价值观。 特别是《斗罗大陆》在泰国播出时,更是引发了巨大的轰动。 他不仅抢占了泰国热搜的前四位置,还创下了华语剧集的最高收视记录。 这一系列的成就,充分证明了肖战作为演员的实力和潜力,也让世界看到了华语娱乐文化的独特魅力和无限可能。 肖战的魅力不仅仅在于他的外表,更在于他的内在品质。 他善良、真诚、谦逊、努力,他用自己的行动诠释着什么是真正的偶像。 他对待每一个角色都认真负责,用心去演绎。 力求将最好的表演呈现给观众。 他不断挑战自我,突破自我,尝试不同类型的角色和题材,展现出了强大的艺术创造力和表现力。 他的努力和付出,赢得了全球粉丝的喜爱和尊重。 他的存在,就像是一座灯塔,为无数人照亮了前进的道路。 四、品牌与明星共创辉煌未来。 此次肖战在泰国的地广活动,不仅为品牌方带来了巨大的曝光度和关注度,更提升了品牌形象和市场竞争力。 作为肖战的代言品牌之一,NARS通过此次活动成功地吸引了全球消费者的目光,进一步巩固了其在国际市场上的地位。 肖战与品牌的合作是一种完美的结合。 他用自己的实力和魅力为品牌注入了新的活力和价值。 他的形象与品牌的理念相得益彰,共同传递出一种时尚、自信、优雅的生活态度。 对于品牌方而言,肖战不仅仅是一位代言人,更是一位合作伙伴,一位共同创造美好未来的伙伴。 而对于肖战本人而言,这样的活动无疑是他个人品牌价值的又一次提升和展现。 他用自己的实力和魅力赢得了品牌方的青睐和市场的认可,成为了华语娱乐圈中不可多得的优质代言人。 他的每一次亮相,每一个举动都成为了媒体和粉丝关注的焦点。 他的影响力不仅仅局限于娱乐圈,更延伸到了时尚、文化、工艺等各个领域。 肖战在泰国的超大屏地广活动,不仅仅是一场视觉盛宴,更是一次文化交流的盛事。 他让我们看到了华语娱乐文化的强大魅力和无限可能,也让世界见证了肖战作为国际巨星的璀璨光芒。 相信在未来的日子里,肖战将继续用自己的实力和魅力征服更多的观众和市场,为华语娱乐文化的走向世界贡献更多的力量。 肖战,你是我们心中的偶像,是我们前进的动力。 你的光芒照亮了我们前行的道路,让我们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中找到了方向。 你的故事将激励着我们不断努力,勇敢地追求自己的梦想。 无论未来的路有多么艰难,我们都将与你一起坚定地走下去。 在这个充满希望和挑战的时代,肖战用自己的努力和才华,书写着属于自己的传奇。 他的每一个作品都是他人生中的一个里程碑,都是他艺术道路上的一个闪光点。 让我们一起期待着肖战在未来的日子里,继续绽放出更加耀眼的光芒,创造出更加辉煌的成就。 最近,随着肖战的新电影《德显景致》,频频登上热搜,一位博主的文章引发了热议。 让人意外的是,这位博主发布了几篇红稿,即围绕肖战的文章,不仅获得了巨大的流量,甚至赚得盆满钵满。 看到这一点,不禁让人感慨,肖战不愧是现象级的顶流巨星,不仅自身光芒四射,还能带动相关内容创造出高收益。 其实,关于肖战的流量早已无需多言,无论是他主演的电视剧、电影,还是参与的综艺节目,每一项作品的背后都伴随着强大的号召力。 早在他主演的《陈情令》爆红后,肖战的名字几乎成为流量和商业价值的代名词,品牌方争相与他合作,无论是时尚圈还是各大主流平台,都频频看到他的身影。 而这一次,连普通博主也借着肖战的热度在网上发大财,实属罕见但又合情合理。 正如那位博主所言,自己原本只是出于对肖战的喜爱,发表了一些支持肖战的文章。 没想到,这些文章居然带来了巨大的流量,甚至为他带来丰厚的收入。 这并非个例,类似的故事近年来屡见不鲜。 肖战的粉丝群体《小飞侠》遍布全球, 大家对肖战的关注度极高,尤其是在社交媒体时代,任何与肖战相关的内容都能在短时间内吸引大量点击和讨论。 不仅仅是网络博主和普通观众,甚至连一些主流媒体都频频报道肖战的消息。 这无疑再次证明了他在娱乐圈乃至更广泛社会领域的巨大影响力。 央视、北京卫视、安徽卫视等国内主流媒体,纷纷对肖战的表现给予高度评价。 尤其是央视的报道,更是为肖战增添了官方认证的含金量。 众所周知,能够登上央视节目的人不仅仅需要出色的作品, 还需要有正面的公众形象和强大的社会影响力。 肖战无疑在这两方面都做到了极致。 有网友戏称,肖战已经成为了香菠菠,无论走到哪里都能引起轰动。 确实如此,肖战的魅力不仅仅在于他精湛的演技, 更在于他积极向上的正能量形象。 从影视作品到舞台剧,从公益活动到时尚代言, 肖战总是以满满的诚意和敬业态度去对待每一份工作。 这种精神自然赢得了无数粉丝的喜爱, 也让主流媒体不另于赞美。 说到肖战的成功,除了流量和商业价值, 最关键的一点就是他的敬业精神。 无论是在《陈情令》中对魏无羡角色的精湛演绎, 还是在电影《朱仙》里的全力投入, 肖战每一次的表演都能给观众留下深刻的印象。 这不仅仅是因为他有出色的外貌, 更因为他有一颗不断追求卓越的心。 从肖战出道以来,他的敬业精神就有口皆碑。 很多与肖战合作过的导演和演员, 都曾在采访中表达过对他的敬拜。 他从不计较片场的辛苦, 也从不因为繁忙的行程而敷衍工作。 哪怕是再小的一个角色, 肖战也会全力以赴, 力求做到最好。 这种认真负责的态度, 不仅让他在演艺圈站稳了脚跟, 更赢得了无数粉丝的尊重与爱戴。 而在电影《德显景致》的拍摄过程中, 肖战同样展示出了他一贯的敬业态度。 据悉, 这部电影的拍摄周期为三个月, 部分演员的戏份已经杀青。 作为男一号, 肖战的戏份显然还在继续。 尽管剧组官方没有发布太多的幕后消息, 但从种种迹象来看, 肖战的工作状态一直非常良好。 他不仅认真对待每一场戏, 甚至还会在片场请客犒劳剧组工作人员 展现出了他亲切随和的一面。 从电影《德显景致》开拍到现在, 肖战的粉丝们一直在翘首以盼。 这部电影自官宣以来, 便吸引了无数小飞侠的关注。 大家不仅期待肖战在新作品中的表现, 还时刻为他的工作状态感到担心和牵挂。 正如粉丝们所言, 肖战不仅仅是一位演员, 更是一位通过自己努力和实力走到今天的公众人物。 大家支持他, 不仅仅因为他的颜值和才华, 更因为他那份不断向上的拼劲。 在娱乐圈这个竞争激烈, 变化莫测的行业里, 肖战能够始终保持这样的热度, 实属不易。 每一个粉丝都看在眼里, 肖战的每一部作品都是他认真打磨出来的。 粉丝们自然也给予了他最真诚的祝福。 相信随着德显景致的顺利杀青, 肖战的事业将会迈向一个新的高峰, 粉丝们也会更加坚定地支持他。 在这个流量为王的时代, 很多明星为了短期的利益, 往往会频繁街拍影视作品或代言各种品牌, 导致形象过度曝光, 反而适得其反。 然而肖战的团队并没有急于求成, 而是始终以稳健的态度去经营他的事业。 这种长远的眼光和精准的定位, 使得肖战在娱乐圈中不仅能够保持高人气, 还能稳步前行。 2024年中秋档票房数据新鲜出炉, 这一消息如同一场盛大的烟花秀, 瞬间照亮了整个娱乐圈。 而其中最为璀璨的亮点, 无疑是肖战主演的朱仙, 成为14年中秋档票房总冠军。 这份惊喜, 这份荣耀, 让人惊叹不已。 当数据统计显示, 肖战主演的朱仙, 夺得这一殊荣时, 那种震撼与激动难以言表。 惊喜吗? 当然。 意外吗? 或许有一些人曾心存疑虑, 但如今, 事实摆在眼前, 这是对肖战实力的最好证明。 打脸吗? 对于那些曾经质疑和诋毁的人来说, 无疑是一记响亮的耳光。 据国家电影局9月18日数据显示, 2024年中秋档总票房3.89亿元, 国产影片票房为3.32亿元。 中秋档票房的话题迅速登上热榜, 引发了网友们的高度关注和热烈讨论, 特别是历年中秋档票房的汇总表格, 更是成为了大家关注的焦点。 在这张表格中, 人们发现2019年的中秋档票房达8亿, 遥遥领先于其他年份。 而该年份的票房冠军, 正是肖战主演的电影《诸仙爱》。 这部电影的票房超4亿, 占据当年中秋档一半票房, 且成为这14年来的总的票房冠军。 当年就有媒体报道, 九部影片混战中秋档, 肖战旧集新力传媒。 该影片以2000万的成本收回了4亿的票房, 分账收益更是达到了8倍。 这一惊人的成绩, 让人不得不对肖战的商业价值刮目相看。 该片还输出到海外播出, 在日本创造了华语电影《新的收视狂潮》。 由于观众观影热情高涨, 影片还一再被延期放映。 在泰国播出时, 更是创造了泰国华语电影的《十年新高》。 刚刚爆红的肖战, 作为影片的绝对一番大男主, 用他的精彩演绎, 征服了国内外的观众。 实实在在地真金白银的市场反馈, 证明了肖战的价值。 值得一提的是, 近五年来, 该影片在央视六套反复播出, 每次都取得同时段收视率第一的亮眼战绩。 这一成绩, 再次证明了诸仙的魅力和肖战的影响力。 冰冷的数字是对诋毁最好的回应, 那些曾经试图抹黑这部电影和肖战的人, 在这些数字面前, 显得如此苍白无力。 然而, 回顾当年, 朱仙上映的时候, 却遭到了各种污名诋毁。 其终极目的, 就是剑指肖战这个异军突起的新人。 肖战凭借陈情令爆火亚洲, 在电视剧领域的表现让人心惊胆战。 他的演技, 他的魅力, 征服了无数观众。 而当他踏入电影领域, 同样取得了如此斐然的成绩。 一个可以如此轻松横跨电影和电视两个领域的年轻人, 前途当然不可限量。 这对于有各大资本护体的其他艺人来说, 肖战无疑是一座难以逾越的大山。 诋毁肖战及他的作品, 成为了一些人败坏路人员的手段。 但是, 五年过去了, 市场真金白银的反馈和观众的遥控器实实在在地证明了, 好作品, 好演员不会被埋没。 肖战用他的实力和努力, 打破了一切质疑和诋毁。 肖战, 他不仅仅是一个演员, 更是一种精神的象征。 他的坚持, 他的努力, 他的拼搏, 激励着无数人勇敢地追求自己的梦想。 他在演艺道路上的每一步都充满了挑战和困难, 但他从未退缩, 始终坚定地前行。 他用自己的行动, 诠释了什么是真正的热爱, 什么是真正的执着。 肖战的射雕英雄传侠之大者, 也快要来了。 我们有理由相信, 肖战的奇迹还在继续。 他将继续用他的才华和魅力, 为我们带来更多的精彩作品。 他的未来, 充满了无限的可能。 我们期待着, 他在新的作品中, 再次绽放光芒, 创造新的辉煌。 在这个充满竞争和挑战的娱乐圈, 肖战就像一颗璀璨的恒星, 始终散发着耀眼的光芒。 他的光芒, 不仅照亮了自己的演绎之路, 也照亮了无数人的心灵。 他的故事, 将成为娱乐圈的一段传奇, 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人。 肖战, 你是我们心中的偶像, 是我们前进的动力。 你的努力和坚持, 让我们看到了梦想的力量。 你的才华和魅力, 让我们感受到了艺术的魅力。 你的故事, 将永远铭刻在我们的心中, 成为我们前进道路上的一盏明灯。 让我们一起为肖战欢呼, 为他的成就感到骄傲。 期待着, 他在未来的日子里, 继续创造更多的奇迹, 为我们带来更多的惊喜和感动。 肖战, 你的光芒将永远照耀着我们。 你的故事将永远激励着我们。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